那蔡卓妍和陈伟霆呢 公开恋情已经有四年多了 阿萨也已经三十多岁了 按理说两个人谈婚论嫁 也是时候了 不过有消息说 在内地走红的陈伟霆 似乎还没有做好 进一步的打算 而担心男友抛弃自己的阿萨呢 已经开始向男友逼婚了 这种听上去不太靠谱的传言 不仅当事人要否认 他身边的朋友 都已经听不下去了 我真的在这里再说 最后最后最后一次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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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 现在我们都过得很好 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 其实我真的已经讲过无数遍了 我真的不想再讲了 再讲我都觉得 开始口臭了 但是没有办法 上次你和郑中鸡密婚 大家已经上过一次当了 这次时刻提问 也不能够怪大家吗 我就是有一个感觉 你人生里面 真的不能做错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做错过一件事情 就算你平常做得有多好 人家都会抓住你 你做错过的那件事情来说 为了让大家相信阿萨还在公众面前发了事 如果以后结婚肯定会跟大家讲了 除了阿萨信誓旦旦之外 她的好朋友钟心童和荣祖儿也站出来声援了 可能是阿娇 因为我们三个来说 我觉得阿娇对爱情的憧憬会最大 荣祖儿和阿萨都是有男朋友的 还能够提一提结婚这件事 可是荣祖儿却偏偏说 现在还单身的阿娇最可能先结婚 这不是在转移话题吗 当时有时候开玩笑我会问朋友 你没有好介绍啊就这样 但是都是没有的 你们兜圈子记者可不同意咯 阿萨的事情正面回应下呗 没有真实问过她对于她的婚姻的一种看法 我觉得男人嘛应该再给她多一点时间 有了新天地总和不倒 说回来我觉得曾经的隐婚 也不是所谓的做错事 只是她的个人选择而已